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5号在京会见前来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和广大台湾同胞的新春祝福 汪洋表示 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喜事 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北京冬奥会 是中华儿女共襄冬奥盛举 共享民族荣光的生动体现 我们共同祝愿台湾冰雪运动健儿 如虎添翼 勇创佳绩 也希望参与志愿服务的台湾学生 展示青春风采 留下美好回忆 汪洋强调 两岸同胞同闻同肿 血浓于水的天然纽带 任何力量切割不断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任何势力阻挡不了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 团体和人士 就两岸关系相关问题 开展广泛深入的对话沟通和民主协商 寻求社会共识 两岸同胞要合中共计 团结向前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共创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 洪秀柱表示 很高兴能受邀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盛大精彩的开幕典礼和赛事 让世人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韧性与团结 中国梦不能缺少台湾 台湾不能在民族复兴浪潮中缺席 2022年 两岸关系面临许多变数与挑战 期望两岸同胞在反独促统的目标上继续奋进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迎接两岸融合的春天 加速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按订阅